蠻成名座 臨深一個燕樓社區 非常成熟的 去到我們的大雙超 天洪超市 其實是兩點多公里的 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的城杰一中心 就是這裡隔離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開車過去 就是五到八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了 其實如果是說我們這個位置 駕駛到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都是十分鐘距離 帶著這個精裝修 沙發這些都是送的 這個燈也是送的 這些這樣的壁靶也是送的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理會了 給到六萬多元的首付就可以搞定了 樓下這裡有一個巴士站 拉近一點點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巴士站 就是我們剛才在開始拍的巴士站 樓下還會有一些這樣的賬舖 這條叫我們甘衛大道 都是一條貼身 我們先對方位 都是東南位 這邊是東南方向 沒錯 這個朝向其實是很棒的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為介紹阿祖 我和小旭出來 拍攝一個我們萬聖名助 臨心一個燕樓社區 非常之成熟的 開發商已經賣光了 最後一套 第一千零一套 都是保留之中的保留單位 就是我們的示範單位 他都要拿出來賣了 但是裏面示範單位的保養是非常新鮮 所有的軟裝都會送光的 現時我就在一個萬聖名助 小區正式的大門口這裡 就在這裡進去 其實那棟樓就是這裡 三期很新鮮 你看到下面我們這些商鋪 自己的底箱很多已經盡住了 有藥房和宵夜檔 還有一些生活的超市 便利店的大超市都有 整個小區是有做到人車分流的 都會土片用這隻大禮石作為一個裝飾 門口顯得比較大氣 其實我們萬聖名助 是非常之臨深的一個樓盤 為什麼臨深呢 其實這個方向就是去到我們的深圳 去到我們沙田地鐵口的方向 我們所熟悉的一個的巨型的心衛花園 就在那個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萬聖名助 去到我們的大雙超 天洪超市 其實就是兩點多公里 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的城杰一中心 就這裡隔離 就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其實開車過去 就是五到八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了 其實如果是說我們這個位置 駕駛去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都是十分鐘距離 十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達了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不選擇 駕駛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坐巴士 因為超多線路 可以去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以及亨子地鐵口都可以去到 我們看看 巴士站就在樓下而已 這條路是新路 其實很舒服 OK 首先 這個是開去比亞迪那邊 雙圈的一個線路 這條168A 其實就是開我們深圳亨子汽車站的一個地方 都可以去到我們的亨子地鐵站 14號線就在這裡了 如果是說去回我們的沙田地鐵口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了 深圍2號線就開往沙田地鐵口的 這邊是沙田地鐵口 在這個位置的 它這個看不到而已 但是它是可以去到的 有幾條線路都可以去回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基本上樓下雙超都可以解決到我們的生活所需 我們就直接去回我們的售樓部 再具體講解一下這個區域是怎樣 OK 那我們來到萬成名座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衛星圖的一個區域 三公里泛馬生活圈 即是三公里內 去到我們的一個惠陽淡水 很多很多中心位置 我們重點 深圳一個大 沒錯 我們重點先講講我們的交通 怎樣在香港過來 首先 第一個 它是來深圳直線距離 就是那麼一點幾公里 大概兩公里左右 這個1.5公里是一個惠陽西高速出入口 這邊是建設中 它就未有建好 如果在這裡建好之後 它就走高速去我們的連塘口岸 就會快很多 可能40分鐘的車程去到島 如果是說這邊的位置就是我們的沙田地鐵口的方向 其實去回我們的沙田地鐵口就是3.5公里 開車要等燈位的時間 其實就是10分鐘的路程 車程就可以到島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沙田地鐵口可以直接回到我們的深圳 去回到我們深圳口岸那邊都是一個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到島 這邊出到地鐵口直接回到我們的萬成名座 其實都是10分鐘的車程去到島 如果說我們坐回我們的 同學補充 這個門後都有一個巴士站 可以直接坐到 是的 是的 我們萬成名座外面有個巴士站 直接去回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如果說我們坐回我們的巴士 就是我們坐巴士去我們的口岸 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有一個我們叫惠陽汽車合雲總站 那裏從早上7點幾到晚上9點半 它都會有直達巴士 可以回到我們的羅湖口岸那邊 那邊的全程票價 就是45元的票票票 就可以一個小時 就可以到我們的羅湖口岸那邊 這個位置去回我們的一個惠陽汽車合雲總站 都是10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島 如果說這裏去回我們的高鐵站 稍微遠一點 因為高鐵站就是惠陽站在這個位置 距離我們這個萬成名座 就會有20分鐘的車程 如果去回我們的廣闆配套 這個去回我們的萬辣廣場 就是8.2公里 18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島 撐幫新天地其實就是五月廣城 就是那個位置 因為其實這兩個區位是很近的 就會加多2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島 這個大雅灣兒童公園 9公里都是20分鐘 這邊有摩天輪 那些水滑梯和娛樂設施去玩的 就是大雅灣來說 比較出名的一個大雄公園 這個雙圈主要是這裏 其實最近的雙圈就不是這裏 是我們的天雄榜場 老天雄 那個位置其實就是五分鐘 三、五分鐘可以到島 還有另外我們第一中心 那裏都可以 我們成結一中心 等一下可能這邊就會增加 這個是惠亞醫院 其實是隔級醫院 就是13公里25分鐘 當然這個是稍微遠一點 我們近一點的醫院在哪裏 就是我們的三和醫院 就是這裏 其實就是10分鐘的車程 3.2公里就可以到島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的隔級醫院 這個是我們的醫療配套 如果說回我們的天雄商場 就是10分鐘 就是這個位置 乘紀中心都在這裏 這個雙超是比較大型的雙超 因為它分為新天雄和老天雄 這個老天雄 它裏邊的商家 和各方面的商店 都會比較多一些 比我們新天雄更加繁盛 這邊還有一個老茂市場 土湖 就是我們說的街市 就是10分鐘的車程可以到島 當然我們萬聖明座 它樓下都很多進駐商店 它基本一些生活的舖位是會有的 便利店、藥房這些都會有 還有這個還有一個樂興百貨 其實是很近 幾百米的距離就到島 0.6公里 行路5分鐘可以到島 這裏都可以解決到 我們日常購物的一個措施 這個還有一個白雲坑的農茂市場 這個都是街市來的 這個是行路15分鐘可以到島 如果說下面還有一個福音購物廣場 這個就是更近一些 八分鐘可以到島 你可以去回我們天雄也可以 去回我們這邊的福音購物廣場也可以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我們說回三公里內 可以去回我們淡水的一個 各大繁榮的地方 所有的配套都可以滿足到你 這個就是我們萬城名座的一個 驅為的優勢 我們再看回我們的沙盤 我們說說我們賣的是哪一套 這個就是那摩1001套 最後一套的保留單位 很棒 因為它就拿了它的那個示範單位 當時的示範單位拿出來賣的 其實我們賣的是這一套 就是這套三樓 這個 但是它三樓的採光面同樣很棒 這邊是一個我們的大門口 另外那邊也會有一個門口 整個項目佔地有9萬個平方米 很多本地居民都已經入住了 還有部分我們是一個深圳那邊的業主 都會選這邊 因為其實這個社區就非常成熟 泳池這些都有了 這邊還有會鎖 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一個售樓部 是不是 後期會改 都是作為一個會鎖 給我們的業主使用 就是我們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數數給大家看看我們售樓部 這個 是甚麼情況 這個圓頂 OK 都夠大氣了 好嗎 是呀 它整體來說 會比較低調不詩華 曼城名座 曼城這個開發商 作為我們香港的一個上市公司 是不是 它的實力就無需質疑 還有它現在都是現樓狀態 是不是 你根本就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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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情況 因為它是現成的 你看到甚麼就是甚麼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去拍我們那個實體單位 都是我們示範單位 就那一套 我們看一下 裡面是怎樣 OK 進來我們內圓 看看我們內圓怎樣 這個大大的噴泉 OK 這邊我們剛才在這個售樓部走出來的 就這樣走出來之後 我們看回我們的實體單位 都是我們的陽晚間 泳池在那個方向 是 這個 這個有幾個雕像彈鋼琴 鋼琴 往前一點 就這個位置 有個大泳池 OK 那我們就會直接去我們的陽晚間 就這邊 我先走出去 嘩 那你們見到 其實我們萬成名座 第三期 其實整體的內圓 還有那個維護度 其實會比 我講的那個層次 會比我們一期 要高一點點 因為畢竟是一個三期的產品 其實就明顯是新了很多 進去這邊這些湧泉 會作為一些點綴 好 OK 那我們就是去的 是這個十八座 就是這棟單位 這棟單位 給大家看看 我們這個三期的外場 其實你沒有看到會新淨很多 即是升很多 之前的是紅紅的 現在是紅的 給大家看看 舊一期的產品是怎樣的外場 這個就是紅紅的 會偏舊一點點 這邊很明顯是新淨一點 對不對 所有的感覺上 真的會舒服很多 萬成名座 沒錯 名座花園 一個大型的小區 都會一個成熟的社區 其實就是很棒 我們看看這邊 是否覺得感覺上很舒服 這個小朋友 比較闊很多 這個內圓 本身這個 萬成名座 就是打造內圓的花園 舒適島 沒有 是 來 這裏住 有沒有一些奇樂融融的感覺 是嗎 在這裏吃一下 還有一個可以湖 這裏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湖 一個這樣的靈艇 還有打乒乓球 是 一個 OK 那我們走這邊 也可以下去 這裏也可以走得到 這邊一個小橋流水人家的感覺 萬成名座 它的管理費 就先收兩個 一人仔 一個平方 但是它的管理程度 其實我覺得 物館這部分 它不會輸蝕萬科 碧桂園 這樣的開發箱 人家都是小市公司 是啊 這邊是一個 一個入戶的大門 這個位置 就這樣排過 三期 我們現在是在看這個 十八座 我們先走去看看 因為它這個萬成名座 是可以做到真正的人車分流的 裡面是不可以說有 電動車都不可以開進去 最多是小朋友的單車仔 最多都是小朋友的單車 就是這樣 其實下面的車位 可以做到1比1.1 如果車位 租回一個車位 大概是220元的一個月租 就可以搞定了 這邊探頭全部都有了 很多已經入住了 入住率 三期這邊 大概是四成左右 一二期那邊 就會高一點 到七成左右 因為它作為一個 臨深的大型小區 入住率來說 是比較OK的 這邊就是一個 我們18座的樓下 入戶大堂 都算還算大氣 我們直接進去 再開機拍給大家看看 OK 小屋來到我們這個 示範單位 都是在賣這套 都是這套保留單位 你可以理解成 寶物尋歸底 最美的那套單位 都拿出來賣了 因為萬成名座 其實就是 早期已經賣了一部份 現時就是 這是最後一套 第一千零一套 我們看看 這個廳的開間 其實是很闊 三米八 入職面積 有九十六點四平方 你所見到的所有東西 開花箱都會送給你 包括所有軟裝 你看這個間隔 看看是否適合自己 它帶上這個精裝修 梳化這些都是送的 燈也是送的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理會 甚至廚房那個 那個 那些匙巾 都送給你 這些都是送給你的 待會上去看看 我們先出去看看 先看看 梯戶比先 這個 升降機位在這裏 升降機位在這裏 這邊有一部份 這邊有一部份 兩升降機 小火 總高32層 目前我們在三樓 首先這邊一個消防門 進來 這邊304 這邊303 我們賣的就是303這一壺 這邊是一個走火通道 進去 首先會見到一個比較闊落的通道 這個就是指紋匹卡密碼鎖的門鎖 都幾好用 我剛才用了 按了一下 都說可以 OK 這邊就是一個鞋櫃位 鞋櫃位 它都做好了 但它就不會說是特別闊落的鞋櫃 你可能放雙鞋 斜斜櫃位 它這個拿不出 是 眼睛拿不出 你原生 這邊也是 就是這樣的情況 它就會利用到空間 雖然它不大 但它就 可以保證到這個過度位都比較闊落 背多長 這些都做完 正常的就是白色浴膠漆 這些都已經做完了 這些面板 摸起來就很舒服 我們主要看它裏的保養成怎樣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樣板間 有些 賣到 如果是外出售的 那些 整體那些 有些好像我們衛港灣 它的保養確實很麻煩 但這間不是 它所有的東西都會 感覺上很新 都好像完全沒有怎麼去件工 因为之前看楼的时候 它全部都有装过鞋套 所以你看到这些全部都很视线很干净 今天我们没有装鞋套 因为我们没有找到 没有想到带到鞋套过来 它会定期去做一个保养去清洁 虽然它现在是现楼状态 它定期会找人去清洁这些情况 这些老板牌的抽烟机 都用到的 我就不试了 烟气都进入了老板牌的煤气炉 这些都是送给你 这个就是一个消毒碗柜 不要错了 不是洗碗机 这个是消毒碗柜 都是我们老板牌的 这边是一个大星盘 它没有做抽拉式的水溶陀 这个我觉得后期可以改变那种 好用一点 这边这个烤面漆的一个 厨柜面板 其实这边是不受降的 是哦 就是不会说生素 是呀是呀 因为有些呢 其实它就不是说不受降门 是 就是它示范单位是比较 做得很洗肢 有些用料 用料是比较用心一点点的 这边还有一个工作楼台 有没有看到 这里都做了磨砂的 磨砂的 就是防蚊箱 防蚊那些 就是它有通 因为这个是外面的 这个是外面的 它没有玻璃的 就是这边有风可以扯进来 但是呢 它就会怕有磨砂的 这样做的一个 细节上的一个设计 好 走出来 工作楼台 这边都是一个 双层的一个玻璃 双层玻璃 那这边呢 这个窗户 是我们的厕所那边的窗户 它是三房两次的 那我们见下 看看这些这样的装修标准 行不行 这些门的质量都可以 都挺厚实的 它不会说那些黑磨磨的 就是比较新潮的 我觉得它应该用的时间 就是可以 使用联系会更加长 这些漂亮的东西 那这边呢 都是一些粗插 对了 这些管道 这些都做好了 OK 那天然气微博进去 但是它做好了 我们再走出来 这里是一个月内 一个边桑 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这棵树 可以忽略它 不要的 OK 那我们来看看 还有一个烫门 这些烫门 都是这只玻璃的烫门 那上面都做了这些 这样的包边的了 还有呢 上面有一个空调的 这个是空调的 那它是封管机 那都送了 它都收到这个位置 那这边的一个 樊台位呢 那四到六层位都OK的 这边都做了这些面板 其实真的好舒服 比白色雨胶漆 要英俊 那样板间就这样了 那还有呢 这些 这些都是一个 背景墙 电视背景墙 都是这些 类似硬板的材质 带电视 小沙发 大沙发 那再走出来 看回我们的露台先 它是四线窗的 这个露台其实都是舒服的 因为呢 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是三楼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是那个 通风 彩缸 都会不错 那这条路呢 那其实就不说 是说特别多 那个车流量的 那所以呢 就不会说 存在很大的噪音 因为同时我们的 这个窗呢 都会有 隔音的高能 就是双层隔音玻璃来的 这个 我们先看看 它是双层隔音玻璃来的 我们在抽中看看 质量都可以 因为我们关起窗 都听不到外面的车流声 我们再说一下 这里的一个方向 的一个位置 左边这里 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一个 船集一中心 就是你向左边走的 大概几百米 就是我们 一个天航的一个方向 再向前走那里 就是一个一中心 嗯 这边就是深层方向 是 楼下这里 有一个巴士站 拉近一点点 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巴士站 直接 就是我们刚才 在开始拍的巴士站 是的 楼下 还会有一些 这样的 商铺 这条叫我们 甘位大道 都是一条新路来的 我们先对方位 都是东南位 这边是东南位 东南方向 没错了 这个潮向 其实是很正的 周边都是 城市界面 其实都会比较英俊 一些 都是一些楼馆 不是全部是自建房 农民房之类的 我们看 露台的大小 这个其实就是米六左右的幅度 这边可能 后期可以放一些洗衣机 整个洗衣机櫃 在这里都可以 其实最好是放在我们的露台 位置 会比较OK 会比较英俊一些 这边就不会影响到 这个主露台的一个彩缸 如果在这边 拿回衣服 那可能会影响彩缸面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睡眠区 睡眠区这些走廊位 其实都做了这些 木板的一个装饰板 是吗 跟这个我们的灯仔 都是同一个颜色 都是这种金色的感觉 吊顶都做了 这个就是我们先看看这个合位 三段式分离做到 这边的窗 看回我们那个厨房出来的 工作露台的位置 那花灑 这些这样的烫门 这些都是送的 这个三段式的烫门 那其实很多细节的东西 其实做得都比较OK的 你看到这些去水位 还有这个上面有一些防滑板 都是比较深一点 是呀 那你就洗澡 就赤脚踩上去都舒服的 那这边就是一个马桶位 但是它就不是说智能马桶 那这边这个镜面柜 是从这个位置一直做到这里的 那这个是示范单位 就是这一套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买到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星盘 OK 那看一下里面的 是高放的 高放的 星盘就不大 但是它挺深的 这些五金件其实就用料都OK 摸起身的质感都可以 很香吗 现在还 它在说香氛 我看一下房间 首先第一间房 这个其实是属于第二大房间 一个正常的衣柜 它就没有说到吊顶 但是这个颜色搭配呢 跟整个屋的格调都可以 送了大床给你 是的 这些大床都是送的 那你见到呢 这个质量都可以 但是它是没有人睡过的 虽然说它是新楼 但是它摆起身 这个是没有人睡过的 空调的冷气机 这个是海純的 都是送的 OK 我们看看衣柜大不大 哇 怎样放那么多屁 就是告诉我们 可以放那么多东西 是的 还有这些空间 存在空间都OK的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 床头柜位 其实放一个床头柜位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美的 它是没有的 但是它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买了这套陆 这个是随拾机 这个是加拾机 是 OK 所以去臭的那种也试用 我没有用过 这么高它试用 就是你进来那时候 不会说很臭 就是你必须是新的 对不对 是的 那这边就一个 这个窗面是南向东南向窗面 但是它就没有说 这边有个楼台位 这个楼台位 就已经是利用了 这个已经是全装了 你可以直接就这样入住了 地板是这只 复合木地板 它和这些衣柜 和门柜 都颜色很一致 这个小房间 儿童房 都一样的颜色的柜 还有这边是一个 东边的窗户 这边朝东 看回来 其实视野都是会开洋的 是的 都是双层教阴玻璃 这个是双层教阴玻璃 所有房间的玻璃 都是双层教阴玻璃 OK 这个都看得到 这里 对了 没错没错 先安开 我们再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看看大小 不要再来 主人房 首先它是带主套的 其实不开灯都够光芒 就算我们三楼 我们现在好像是6点钟 是不是5点多之近 是的 已经是5点多6点钟了 现在就这样的光线 开了窗就这样了 开了灯就这样了 不好意思 口误 这边就是一个 林玉柜 其实这个尺寸 其实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虽然它在路边 但是它有这样的薄碟窗 送给你的 隐私度就OK 就不需要做回毛沙 这样就OK了 我说你洗澡就没人看你了 你想被人夹是不是 是OK 大小差不多 跟我们其他一些 这些五金件 这些保护膜还在这里 是还没拆的 没拆全身 真的 我觉得它这套保护度很新鲜 其实很少阳满间 可以保养到这么新鲜 是的 因为我以前在内场销售的时候 有些都好像脱了 脱了皮脱了骨 是的 因为它养护保护得不好 但是我们万成名座就不是 但你破门的质量都可以要 这个两个床头柜位都有 这边都是东南位的一个彩缸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柜 这边有一个冷气机 是的 OK 整家屋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价钱 是吧 小屋 其实价钱那里 其实都是抵卖的 我们的总价 原来的总价是到150多万的 现在会打回摺头下来 这套单位 现在我们所见的 所有东西都送的情况下 包括这些软装呢 其实算下来的总价是多少呢 是122万8,054元 是的我们正确到那个小数点 大概的了 是的 可以给两成首付又可以 或者低首期又可以 那贷款呢 如果我们贷回98万的情况下呢 那就月供是4,450多元就搞定了 那利率按照3.6来计 我们最长可以做到30年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它正常两成首付呢 就是24万8千多 是的 那都可以上会 那同样如果有一次性都可以 那看起来你自己的选择 那如果做回低首期都可以的 那低首付的情况下呢 那其实就可以说是 给到6万多元的首付就可以搞定了 那就是低首付政策 那这个是一手楼 那如果买进来呢 那其实就需要交回1.5.8%的 那个契税就OK的了 那还有小小的物业维修基金 几大千元 那还有办证费 那其实就其他这些责费就没了了 那这个就是一手楼 还有呢 你不需要烦恼这个装修的问题的了 基本上呢 你就现成这样的装修 你拿包入住了就OK了 还有呢 我们万成名座呢 真是 只有那么一套打起来 就最后这一套 就是新佬来说 叫卖小就没了是吗 是啊 是这期 是啊 三期已经卖了基本上 就没什么其他的了 这个就是保留保留最后的保留单位来的了 都拿出来卖了 他要清掉这些库存 所以呢 这个是笋东西来的 虽然他说 你看到现在的总价来说 其实都不算高 120多万 但是有这么漂亮的装修给到你 是吧 现楼状态 你又不需要担心 说交不了楼 那你基本上开发药箱收了楼 收了钱呢 那你就可以收楼了 是吧 还有呢 这么临心的位置呢 真是其实是 想得过的 非常非常适合住 是啊 非常非常适合于自己住 因为呢 这里去不了 去回我们的各大商超 去回我们的地铁口 去回我们的惠阳高铁站 去回我们的黑运站 都很近 是的 那如果呢 各位观众呢 真的对这套单位 这套三楼的单位 有兴趣呢 真的要快一点点 练练我们 练练我 或者练练小玉 都可以 那我们带你过来这边 看看这个实体 到底适不适合 是的 那这期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